當的婚禮我不是穿得也滿辣的啦 有一個伴郎覺得我媽超辣的 真的有眼光 就是你老公的朋友是不是 對 就是我老公的婚 我就跟我老公說 他是誰 對 他就說 然後我老公一口頭就這樣 他說 他說那個是我丈母娘 那個朋友是應該喝很多 還沒有喝 不得不說 就是 我沒知道妳是母女啊 所以我比較吃虧啊 我會有任何的誤會妳是真的 所以我比較吃虧啊 要是人家不知道 施加斯羅女兒的話 我覺得人家猜不出我的年紀啊 其實是滿明顯的啦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媽媽也有在就是 畢業典禮她也有參加過啦 自己的畢業典禮 你不要跟我講小學喔 國中啦 對 就是國中那種畢業典禮 因為她也是二十三歲就生我啦 所以 你們這句也沒有 對 就是很難訪耶 所以有沒有比較 就是像他們那樣子的故事 就說天啊 是姐妹嗎 還是什麼 沒有 沒關係 沒有 沒關係 他的婚禮 他的婚禮上 他的婚禮我不是穿得 也滿辣的啦 因為都是他老公的朋友 也是外國 他們比較不會看我們 東方人的面孔 就是這樣他們認不出來 對 然後我一直跟著他 對 有一個伴郎覺得 我媽超辣的 真的有眼光 就是你老公的朋友是不是 對 就是我老公的外國人嗎 外國人 就是你知道外國人看 亞洲人他們有他們自己 獨特的神魅 對 然後他就喝了幾杯照 然後就一直跟我老公 沒有 還沒喝的時候 真的 有喝啦 一定要喝啦 然後他就喝了之後 然後就跟我老公說 他是誰 對 他就說 好辣 它好正 然後我老公一口頭就這樣 他說 他說那個是我藏娘 那個朋友應該喝很多吧 還沒喝 還沒喝 都喝四十幾度的 真的還沒喝 請不講 威士忌都喝純粒 對 真的 又加水了 有喝 然後一直說 很喜歡他 怎樣怎樣的 那有沒有付諸行動呢 就是他就 我們一起合照啊 我們一起拍照啊 然後就拉著他 然後就一直要跟他跳舞啊這樣 然後就我老公就跑來 跟我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你看我的審美 真的要再加油耶 真的就怎麼 就是他 我現場看到照片 有沒有嚇到 他都不要啊 你心情 我真的辣妹 你不要... 現場都是這樣 那種辣妹的 他都不要 他就一直跟在我媽媽 有一些男生是練母親節 那有可能 可能 我覺得他眼光滿好的啊 可能滿有水準的 才會看上我家 覺得我還不錯 他可能覺得你是老師或什麼 懂很多 懂 是穿透到內在的部分嗎 等一下 但不然你是真的保養得很好啦 我覺得因為他的年紀 還... 好像是有點多 也是來不及耶 楠然姐... 你來撤開看他幾歲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幾歲 我覺得應該六十出頭吧 我六十五啦 快六十六的 六十出頭 你就不能講五十幾嗎 就是你還在扣著十歲 因為他看完就是到六十幾 你還... 尿起來 喂 喂 不好意思喔 你們好會聊天喔 像這種情況 你就要說是 五十五嗎 好 結果你說 拜託我六十五了 剛才你剛才這樣才九十幾 有沒有 謝謝 你說是不是要這樣子 對... 因為你一看就大概知道 那個是幾隻頭出來的 對啊 你真的很不會作人耶